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手头这台松下的GH5 如何将它变成你得清应手的视频机 这台相机出的比较早了 所以说基本的参数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这里我分享一些我认为对于拍摄来说特别重要的设定 然后可能是一些还没有被大家开发的冷门的小设定 这边有时间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参考 我觉得这台相机至今还是十分有竞争力的 我用它拍过很多的商业拍摄,短片,MV,还有很多自媒体的视频 当年推出这台相机的时候 因为它小巧的机身,然后拥有超强的防抖 然后又有超强的内部,4K,10比特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打破了小型微单相机市场的一个平衡 当时我就一直在网上刷这些相机的视频 然后被种草了 所以我就果断的种草了Grace 让他买了一台这个相机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白嫖他的相机 首先这个GH5的原生ISO在400 所以它在400的时候它能达到最好的动态范围 但是使用起来其实你调节ISO的范围 对于它的整个动态范围不会影响太大 最多在一档左右 但是你ISO越高的话噪点会越明显 我个人能接受的最高ISO设定在GH5上是2500 然后再高就噪点有点过分了 这里大家记得去菜单中的第三栏 然后选中曝光 选中ISOincrement 把它调成1 3 这样子你就可以调节400到800中间的数值 比如说500 640 这样子以此类推 那其次在它下面有一个extended ISO 那这里我是把它关掉的 因为如果开启了 其实你是可以在除了Vlog色彩模式下 其他模式中 把ISO挖到200以下 但是这样子呢 其实在ISO100的时候呢 对GH5的高光的动态范围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我干脆就关掉了 在室外的话 我就一般用ND镜来调整曝光 那其次快门设定 我这边设置的是Shutter Angle 我没有用Shutter Speed 这样子你只要把快门速度设置成180 你在任何拍摄模式下 你的快门速度都会是你的帧率的两倍 但是如果你想拍像王嘉威那种 Motion Blur的那种感觉呢 你单单的把Shutter Angle调成到360 因为它最高就是360嘛 是做不出那个效果的 这里呢你还要调回到Shutter Speed 但是你在调回到Shutter Speed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将滚纹往小拉 你可能最小就到30分之一 那这时候其实你是在自动对焦的模式 你只要拨动这个拨档 调到手动对焦 你就可以继续的把拨滚往下拉 所以如果你想实现那种Motion Blur的那种画面的话 我建议是在十分之一以下 那最后光圈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根据镜头的不同 然后光圈大小也不同 那第二点我想聊一下GH5的自动对焦 我觉得用过或者没用过GH5的摄影师呢 都会对GH5的对焦有所耳闻 就是总会说一句蒸发机 没错和其他厂商像是索尼啊 加能啊自动对焦比起来呢 确实不尽人意 但是呢我今天分享的设定呢 可能会改变大家对GH5对焦的一些看法 好了怎么样让GH5的对焦更加的实用呢 很简单只要去菜单中将你的AF Custom Setting Video 选择这个Set 你把AF Speed-2 AF Sensitivity加3 那什么意思呢 因为Sensitivity增加了 也就是GH5对于被拍物体的位置变化更敏感了 但是它的对焦Speed减少了 说明它有更长的时间去做出这个反应 并且找到那个对焦的点 这样子就可以帮你实现 像是你手动对焦的那种比较自然的对焦感觉 当然一定要强调的是 要使用松下的M43的原厂镜头 如果你配一个转接环 加上一个加能的EF镜头 可能像是很流行的适码的18-35 那再怎么样的设定呢 也无力回天 所以要原厂镜头配GH5机身 这样的设定就可以实现最好的效果 像我之前单兵作战去用GH5加稳定器 拍一些舞蹈视频的时候 它的自动对焦也是完全可以应对 因为我知道它的自动对焦速度的感觉 所以我在push in 往前推的时候 我会跟着那个速度去变化 我不会做急速的前推或者是后拉这种动作 那这里我将GH5的自动对焦的模式 我就一直保持在face and eye detection 我觉得基本在所有场合都可以试用了 对了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对焦成功的话 还是要在比较亮的环境下 如果想要在晚上靠相机本身的自动对焦的话 还是很难实现 那这里呢 大家记得把软件的版本升级到至少在2.4以上 才能实现它更好的对焦效果 那第三点我想聊一下GH5的色彩模式 那一般呢我只会用两种色彩模式 一种呢就是Vlog 另一种呢就是Natural 一般的随性的视频呢 我会选用Natural来拍摄 它直出的色彩就已经很美好了 但是如果遇到一些严肃创作啊 或者是商业拍摄啊 我会选择用Vlog 达到最好的宽容度 但是如果你去拍一些夜晚的场景 我觉得你也可以给自己省一些力气 不用Vlog 用Natural去拍摄 因为在晚间呢 你不用这么大的宽容度 因为整体环境呢都是很暗的 而且呢如果你的ISO设定 相机曝光没有设定好 如果你用Vlog拍摄的话 你后期的噪点会很难处理 所以呢晚间如果给自己省点力气 用Natural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这里呢我分享一下 我Natural模式下的一些相机的参数设定 去菜单中找到Photostyle 我这里选中了Natural 并且我会把这个Contrast-5 Sharpness-3 然后Noise Reduction-4 然后Saturation-2 和Q-1 这样子我试用下来呢 我觉得它的直出色彩是很漂亮的 当然画面的成像 不光是你的色彩模式 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白平衡的设定 因为相机本身不能录制 RAW格式的视频 所以在前期你对于视频的白平衡设定 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那GH5其实提供了很多方便便捷的白平衡设定的方式 那首先它就可以像这样子 中心选择你要对白平衡的点 那往后拉呢 还有四个预设 可以让你提前设定好你的Kelvin值 那你看到在每一个色彩的预设中呢 你只要按下 都可以出现一个色彩的调色盘 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呢 其实很多人没有好好的利用 我觉得它可以成为你调色的第一步 那我一般用它去改变人物脸上的颜色 比如说你选中GH5的Natural设定去做拍摄呢 你可能会觉得人脸会有点泛绿 所以我一般呢 会把这个调色盘往左下角去挖 至于挖多少呢 根据当时的光线和环境去做调整 这样子呢 你在后期调色的时候呢 对于面部的调色呢 就更加的方便了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人脸的肤色是偏红偏绿偏紫 但对于周遭的环境的颜色呢 大家是有一定的容错率的 所以说调色要保证的就是 人脸看起来自然 那这个功能呢 就很好的做到这一步 那第五点我要聊一下曝光 我觉得曝光呢 是每一个摄影师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能 根据每一个相机 它的曝光可能都有不同 那对于GH5呢 它史无前例的加入了Waveform 去帮助你去曝光 那我个人呢 是不喜欢很多相机拥有的Histogram 我觉得不够准确 我觉得曝光最好的参考呢 就是Waveform和False Color 那GH5中呢 你在Natural的色彩模式设定下呢 你的Waveform 尽量不要让高光的波纹 碰到这条上面的100%的这条线 那Vlog的色彩模式下呢 你不要让高光的色彩波纹碰到这一条80%的虚线 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正常曝光了 那这台相机中呢 你尽可能的把相机向右曝光 但是如果你的高光部分触碰到那些Vlog的80%虚线 或者是Natural的100%实现的时候 你再往回拉一点点 你的画面呢就没有过曝了 你随意的拍 后期呢都能调到一个比较好看的画面 但是如果画面中有像灯泡啊 或者是太阳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呢 没关系 你就要那些地方过曝就好了 其次画面中如果有人物出镜的话呢 记得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斑马线 那如果你在Vlog的拍摄模式下呢 我把斑马线1设置成60% 用来曝光人脸 然后把斑马线2设置成80% 同理那个Waveform 就是为了防止高光不要过曝 如果高光处出现了斑马线2 80%的斑马线 你只要把曝光往回拉一点 这个画面呢就不会过曝了 为什么用完GH5呢 就很难用其他相机呢 就是因为它有太多的好用的自定义按键 那首先呢我把它顶端的FN1 设置成了Waveform 把FN2设置成了Qmenu 可以让你快速的调节每一个参数 然后FN3呢我设置成了加强防抖 它的名字叫IS Lock 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Lock 就是把你锁住嘛 就是它的原生头配机身 是有双重防抖的效果的 你的效果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想手持并且达到一个三脚架的效果呢 开启这个IS Lock 它就会把画面等于说是固定住了一样 这样子让你手持的时候呢 也能达到一个很稳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开启IS Lock 你就不适宜做任何的Panning Tilting这种相机的运镜了 不然画面会这样子 有那种果冻效益 那接着滚纹旁边的FN4呢 我设置成了水平线 那顾名思义 那FN5呢我保留了出厂的设定 就是它可以切换 你用趋劲器看画面 还是用后面的屏幕看画面 你的滚纹其实也是可以做为Custom按键的 那左滚纹呢 我就设置成了一个Extel Convert 什么意思呢 你开启的时候 你的画面会有一个向前的裁切 我觉得一拍一些活动啊 事情发生很快 你不想换镜头 但是你想拍更远的物品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启这个模式 因为你可能拍的是4K 所以你后期还是会做一些裁切的 还不如就在相机内完成 给自己后面省一些时间 而且我特意设置成了左滚纹这个按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左边按两下 按确定 你的画面就进行裁切了 接着我下滚纹的按键 设置成了声音设定 右滚纹呢 设置成了Picking 帮助你去手动对焦 然后相机前面这个黑键 镜头旁边这个黑键 我设置成了斑马线 所以你看这个小小的机身 就有12345678910 有10个自定义按键设定 我就试问同价位的相机 还有谁有这么方便的功能 然后不光是按键设定 像你上面那个拨盘 它还有C1、C2和C3三个档位 那C1呢我一般设定成 1080、10bit、24帧去拍摄 C2呢我设定成慢动作拍摄 那C3呢我设定成4K的拍摄 那C3当你转到C3的时候 你发现右上角 还是有C3-1、C3-2和C3-3 三个档位的次设定 所以说基础真的是在设定上 还有功能给予上 都是很良心的 那怎么设定上面三个转盘的参数呢 你只要调整好你的参数 然后去你的工具栏里 Custom Set Menu 找到你对应的拨盘数字 按确定就好了 那怎么样去设定这些自第一按键呢 你只要去第三栏的工具栏里 Operation Fn Bottom Set 然后找到你对应想要set的点就好了 那这里呢是一个截图 我分别把这些按键设定成了哪些图标 那好了 如果你想要拍出GH5能拍出的最强画质呢 你就要配一个Atomos初的固执器 像是Atomos Ninja V或者是Shogun Inferno 都可以 那怎么样去设定呢 你只要去菜单中找到HDM Record Output 你把这个Info Display Off 不然你相机那些参数都会录制到你的视频当中去 然后你把下一页的4K-60P Bit Mode 从8bit切换到10bit 然后在视频的色彩设定中找到Vlog 并且在视频模式中选择到4K-60P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录制它相机内能输出的最强的信号 就是4K 10bit 60fps 然后这个Monitor设定呢有几个点可以讲一下 就是当你选中左下角这个黄色的菜单栏的时候呢 它上面会有一个菜单 然后你点击左上角 你这里有个Input 下面有个Camera Output 你把它On的时候呢 会有让你选项Panasonic Vlog Vgamma之类的选项 但是它这个是给HDR监看的 所以你在录制的时候它是不会影响你的画质的 所以你不用开启这个把它关掉就好了 然后在Record里面 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最强画质 就是ProRes HQ 然后它这里因为你机内已经设置成了60P 所以它这里自动感应到它是60P 然后你也可以拍摄LT 或者是422 有不同的压缩格式 就看你的内存大小了 然后你把这个菜单往右滑 这里有个meter 是你的声音监听 那它这里第一栏 这个analog 是如果你把麦克风插在这个Monitor上 你要开启这个去录制声音 如果你是把麦克风直接接到相机本身的话 你可以把第一个关掉 就留第二条声音就好了 它是你的相机的声音 这样子你在把你的视频 拉到你的剪辑软件的时候 你不会发现有超级多音轨 然后有些音轨都是空白的 其他没什么了 然后Waveform 还是跟GH5里面的Waveform 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套上了Lots 之后 你的Waveform 会自动变成REC709的动态范围 也就是说你的Vlog高光处是100 而不是之前的80% 好了 那这就是这一期对于GH5的使用分享了 那松下在上半年提出来说 下半年会出GH6 不知道能不能信手诺言 那我个人是十分的期待的 就是希望它能像GH5一样 能打破一个微单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吧 希望它能加入1080的12bit录制 跟佳能的C200内录12bitRAW一样 但是它不用RAW 只要12bit色彩空间 我觉得如果能在GH6实现的话 我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有一个操作性上的东西 我希望GH6上能提升的 就是当你停止录制视频之后 你在GH5中 是你不能马上改变你的参数 就是我有很多情况下 遇到我录制了 然后突然白平衡 或者是我需要调整曝光了 我马上关掉录制 去调整白平衡 相机需要反映个2到3秒 或者4秒钟 去让我去调节白平衡 但是这几秒钟 对于现场的抓拍 可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了 可能是我卡的读取问题 但是我还是希望GH6的新的芯片 可以解决操作性比较慢的问题 然后我还希望中心对白平衡 那个框框可以再小一点 因为我还是发现有些情况 就是你想找到一个白色的物体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大 包括你的色卡 你如果你想凑得很近的话 又会影响整个光线的感觉 所以它中心对焦白平衡 可以如果再小一点 会更加的有效 其次就是这个USB-C的传输速度 在GH5上是真的慢 然后希望GH6有所改观 因为其实插拔这个SD卡 会很损耗这个SD卡的寿命的 所以我有时候如果数据不大的话 我可能会插这个USB-C去传输数据 但是时间来说的话 确实是比较费时的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对于GH6自动对焦的期待 如果它在自动对焦上有突破的话 肯定会成为更多人的 尤其是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 更多人的相机的选择吧 那好啦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